好了,我以前回教會,其實我什麼都搞不清楚 雖然我是聽道,但聽完道好像故事一樣 聽完之後,從來都沒有跟過 從來聽完就,大家再見了,不如就走了 教會從來就是聖父聖子聖靈,從來就是很少提聖靈 基本上有提,不過沒有真身解釋,我也不知道 因為初性的關係 當接觸到業牧師之後,才發現聖靈 對我們信教有這麼明瞭的關係 因為聖靈是真的會提醒我們要做些什麼去改變我們 是真的使我們的心是聖靈造功的 提醒就是耶穌和天父是真的會提醒的 因為聖靈是令你有一種感動,你應該要說些什麼 你應該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是沒有的 但是一本聖經這麼大本 尋常一個初生的人都不會拿著來看,很正常的 因為天天都這麼忙,有很多東西去忙 但我回到業木銷道,我真的拿著來揭 以前我揭緣都是看故事,沒有想過裡面的行業 但是當覺得,真的不知道信耶穌 我們跟著什麼,我也很迷糊 都不知道跟著什麼,十階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很簡單 後來才發現十階原來很仔細 原來有一些東西是包含在那裡的 但是輕鬆得性就是葉牧師透過去理解聖經的話語 去濃縮了,令到那些人看完了 只要你跟著輕鬆得性就跟著聖經 開始我就知道,原來是耶穌要我們做這些 我一直以來,那些人跟我傳教 其實是一樣很重要的,聖人跟我傳教就是 悔改呀你們,不是落地獄呀,上不了天堂 這些就是很激聚派的,聽完我解釋走 又有些很溫柔的,一天打給你 你們要回教會就好了,重點就是回教會 但沒有人跟我說你要看聖經 從來都沒有人說,你認罪悔改呀 沒有人解釋過犯罪 我們一個沉上的人,犯罪不是法律書的犯罪 強姦,我不會強姦,打劫 我不會打劫,打劫我也不會坐在那裡 我自己心裡想,我沒理由犯罪的 然後我心裡想,我沒理由犯罪的 之後開始看了輕鬆得性 原來你心裡生氣人 有些事情解決不了心裡的思想 甚至乎跟人比較 很細節上的事情 然後想多謝業牧師 小明星來講,戒指足 advise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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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五、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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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